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人創聯行A-House 我是主持人Sui 大家好我是Leslie Leslie最近我們分享了很多影片 給大家說我們坦州有特價單位 例如中華春城 街景 但唯獨好像沒有我們的御風鳴門 那是否會有些大細超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今天來到御風鳴門的原因 因為我們私底下也討論過 御風鳴門也是我和你都很喜歡的一個項目 今天來到這裡 為了彌補我們喜歡御風鳴門的觀眾朋友 我特意準備了兩套特價單位給大家參考 戶型方面 我選擇了你自己很喜歡的118平方的四房兩廳兩位 而特價單位 還有心 這次為什麼呢 因為我選擇了22座現樓的單位給大家 完全可以做到一個即買即入住的整體狀態 但當然為了方便 我們以往未了解過這個戶型的朋友 首先我會和Sui 去跟大家重溫一下 18平方的 示範單位 以及交流標準 然後 再來22座 看看我們這次 特價單位的 實際面貌 我們立即出發 好 各位觀眾朋友 說這麼快 我和Sui 就已經來到 119平的 示範單位 的位置 再次在這裡做一個溫馨提示 其實這次我們推薦的特價單位 分佈在22座的低樓層 以及高層 而來到11座 最主要要和大家介紹清楚 對於開發商針對 119平的一些示範單位創意改動 以及它的交標 參觀完之後 我和Sui就會和大家 去到22座 看到我們這次真正的特價單位的實際情況 Sui在你身後的 就是屬於我們119平的創意示範單位 不如先和大家介紹一下 進來我們第一個空間 圓關的位置 就已經送了一個 3平方米的空間給大家 照舊左手邊會預留一個 通理圓關櫃的設計 左手邊來到這裡 第二個震控面積就是 5平方米的一個空間 並且帶有我們的名窗 做回我們的瑜伽室 或者健身房 或者做回儲物間都是沒有問題的 通過圓關之後 大家看到 鏡頭呈現給大家的 就是一個 樹廳的一個佈局 而Leslie所身處的 同樣是經過創意改動的位置 由一個獨立的耿廚 改變成一個 半開放式的廚房 大家要留意 這個廚房 它的重心 是相當之長的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連接了外面的 我們生活露台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設計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因為 說老實話 我平時不多開爐 雪櫃的位置 就可以放在我右手邊的 這個陷入式雪櫃的位置 嫌他小的朋友 在櫃體 做多一套的延伸 其實就可以放一個 雙開門雪櫃 同時 這一邊 也可以形成一個 中度的使用 這個設計 在我心裏 真是完全加分 看看我們餐桌的位置 是做了一張 四到六人的長餐桌 其實在我的右手邊 有一個很寬闊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做一個餐邊櫃 在這一邊 都不會說很擠 再來到客廳的部分 這個開間 有整整四米那麼長 如果我在這裏 和我的未來老公 一起跳操 其實都是很舒服的 雖然你看這個單位 已經 幸福到想到你未來的老公 當然 這個單位的設計 我和你都很喜歡 因為坐下來 感受一下 整個單位的設計 我覺得很舒服 特別是他進行了 風窗之後 用三線的落地窗 進行組成 大家看到 如今 接近中午的時間 陽光正好 不需要太高層的位置 看看下方的內圓景 情況 我覺得真的相當之正 不知道有沒有喜歡 飲茶的朋友 如果在這裏 放回我們的茶機 在這裏沖茶喝 看回我們的內圓景 都是非常之捨意 而去到另外一點 這個都是我自己 很喜歡的設計 由於不需要那麼多睡房的情況之下 開發商把我們第二間客房做了少少的改動 拼了一些 Facing 中場 令到這間客房形成一個開放式的狀態 適合大家 其實可以做一個 Studio 或者書房 左邊的這一套 可以做回我們的展示櫃 現在儲存櫃 在裏面的狀態 亦都會相對隱私一些 平時在這裏坐下看書 而我最喜歡的是 在這一邊延伸的 一個 懸浮吧台 為甚麼 因為平時夜晚的時候 假如有一些工作需要處理 我在這裏放回電腦 可能我太太在這裏看電視 我同時都可以做到一些正常的交流 這個設計 亦都是我心裏幕大的加分點 好 看完我們的書房位置 再看回我們第一個空間 寫手間的位置 這裏的寫手盆是做了一個比較長的 同樣都有我們的鏡頭收納 以及寫手盆下方的一個收納空間 我來到這個企股的位置 我個人是覺得我很喜歡 因為它很寬闊 我展開其實轉圈 都不會撞到一些長的 是這樣的 好 看回我們第二個空間的房間的位置 對 來到我們第三間房 我們會看到這間房 做了我們的組合床 床尾可以做回我們衣櫃的儲存 下方亦都可以 擺放一些 平時我們過季的衣服 甚至乎是皮泡 延伸 靠回到我們整個窗邊的位置 大家會看到預留這邊還可以給大家擺設的書桌 作為兒童房來說 這個空間我認為絕對足夠 再過來 屬於我們主人房的這個位置 同樣帶回我們的套間 然後這裏 其實我覺得這個空間 這個位置還可以擺一個 我們小小的 一個收納架的位置 擺回我們的洗衣液 以及一些侮辱露 裡面同樣都有一個大名窗 和很寬闊的棋竿位 看看我們裡面的主人房 主人房 勝在由於它的開間和重心都足夠闊 大家看到 很傳統的擺放 一個標準兩米的通頂衣櫃 以及一張Kingsize的兩米大床 兩邊的床頭櫃放完之後 延伸到我們床尾的位置 大家看到還可以擺設我們的梳妝台 或者是到時做一做我們的電視 雖然這間房 其實有一個幸福的煩惱 給到大家 就是我們現在所身處的 這個贈送空間的位置 你看到 原本我們的示範單位 該擺放的東西都擺放了 這個位置你會用來做些什麼 梳妝桌 你看看陽光感 但高度都已經有一張梳妝桌 這裡可以作為我們的收納空間 或者說放回電視都可以 OK 明白 果然在類似的角度裏面 一定要在一個最美最舒服的位置 擺放一個我們平時日常 每日都會用到的梳妝袋 這是119平方的護形 相信 鏡頭前也會有很多觀眾 跟我和Suii一樣 非常之喜歡 當然 現在是一個創意的示範空間 相信對於這個護形感興趣的朋友 亦都想知道真實的交標如何 立即跟隨Leslie的視角 我們簡單來了解一下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帶給大家的 是屬於119平的交標 大家會看到 進來門口 會贈送8個平方米 這個位置 為大家做一個入門的通頂鞋櫃 延伸過來 包括大家會看到 我們贈送的一間小房 約5個平方 其實 整個單位 對比起剛才的 創意改動 有什麼變化呢 首先我們會看到 就是我們廚房的位置 其實交給大家的是屬於一個 我們獨立的僅廚 當然 連帶我們生活露台的改造 其實已經全部做好了 並且 原本 就給一個 雙開門雪櫃位 給大家 另外 我們要留意 單位方面 在我們的客廳 是有封管機 配給大家 延伸過來 交給大家的是屬於一個戶外的露台 如果喜歡封窗的朋友 可以後期進行改造 當然 戶外的露台 可以保證我們整體的一個通風效果 再過來我們看看 其餘的改動方式 就是我們在 背景場後面的這間房 其實 這間房在我們的創意示範單位 做了一個半開房式的設計 但是 它原本 如果大家是客房需求多的 可以保留它原來的生態 另外 屬於我們客廳的一個整體的部份 大家 這個 所見識所得的一個整體的狀態 同時 我們再看看其餘的一些房間 再來到主人房的這個位置 值得留意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大家會發現 其實每一間房 都有我們的飄窗台的位置 御風名門在所有的飄窗台 其實都是為了贈送面積給大家 並非是承重的作用 所以如果大家 在這些飄窗台的位置 想利用 只需要後期 打開它 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一個 119平方的實際交標狀態 稍後 我認為Leslie會和Sui 去到實際的 22座 和大家介紹 這次的特價單位 各位觀眾朋友 我和Sui說 這麼快就來到 今天的重頭戲的位置 位於22座 帶來我們 兩套的特價單位 首先帶給大家的 其實是屬於 我們4樓的118平方 四房兩廳兩位 我們立即進去看看 22座 其實已經是一個 準現樓的狀態 大家會看到 屋內所有的硬裝 基本上是完全搞定的 正如的只有什麼 例如我們房間部分的 一些木地板的鋪設 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沒有發現 22座 在入門口的 第一間房裏 贈送的面積好像更加大 是的 我會覺得 比第一間 會大一點 沒錯 其實我們剛才所說的 第一間 也就是 剛剛 和大家介紹 位於我們11座的位置 大家也可以看到 整個工期 包括我們的 封管機 等等 已經安裝好 正如的材料 也放在屋內 包括我們房間的 木地板 廚房的三件套 等等 同時大家可以看到的 它就是現時 是一個完全真實的 採光狀態 因為沒有開燈 來到露台 雖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感覺如何 其實之前 剛才你說要帶我來看 四樓 其實在以往傳統來說 比如說長輩 大家都會對 低樓層會有些 抗拒 但是你今天帶我來看的這一套 我第一感受就是 其實都可以說 這些陸直是在我們腳下 以我這個視覺 看出去 原來不中逐線 這個位置 再打開你整個視覺 眼球 補足到的視覺 是很寬闊 和很開揚 而且今天 我們的客廳 是沒有開燈的 其實 採光打進來 我覺得 都是OK的 沒錯 其實 我自己 都這樣放膽 說 非常了解 遇風明門 為什麼會選出四樓呢 絕對不是因為 隨便換一套特價單位給大家 而是因為精心挑選 大家要知道 遇風明門 是由兩條的中族圓林 所進行組成的 而我們身處的22座 面向的這個中族 大家會看到 正如蘇姨所說的 我們的所有的六席 基本上在我們腳下 達到的感官就是 一出來 望向整個中族的圓林線 是非常之開闊的 見到下方的六席 整個的感官 我覺得相當之有生命力 這個也是 為什麼 Leslie會推薦 低樓層 給大家去進行 參考的一個原因 雖然我們再來看看 整個單位 由於我們採取的 是南向的 樹廳設計 其實大部分的景觀 都是望向我們的中族 例如 我們延伸過來 第一 這一間的真正的大房 這間房 作為我們的父母房 或者兒童房 都相當之不錯 並且大家看到的真實彩光感 是相當之舒服的 好闊 對 第一間房 我覺得已經很 沒錯 第二間房 這個部分 延伸過來 是什麼呢 相對而言 就會靠近我們 後方的 這個樓座 但是在這個採光上 依然都沒有影響 最後 包括主人房的這個位置 跟我們整個客廳都一樣 南向的部分 望向中族圓林 雖然這個 就是 剛才我們在 示範單位 談的一個問題 這個飄窗台 就可以拆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有飄窗台的狀況之下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拆 拆了 好像看到這樣的採光 我不是很想拆 又不是很捨得 對 因為這間房的size 本身就足夠大家 放 king size 大床 標準 衣櫃 和兩邊床頭櫃 所以 其實真的交了給大家之後 拆不拆 真的是任君選擇 好了 4樓的這個單位 我們看完了 我們立即上高樓層30樓 來對比一下 到底有什麼不同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 上到 22座的鳳凰層 位於我們30樓的這個位置 同樣 我們來對比一下 30樓 和4樓 有什麼不同 好了 進去這個單位 看看 首先我們會發現 其實它的供期 更加快 包括房間的所有木地板 其實已經是鋪設完成 這個單位 真的已經可以說到 即賣 即入住 當然 買4樓的客戶 也不用擔心 如果買了的話 開發箱也會第一時間 趕快搞定 我相信大家在一個月內 亦都可以達到 收樓的一個整體狀態 雖然 入到這個單位 你覺得跟4樓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第一點 當然 30樓 一定的採光會好很多 沒錯 但是我們來到陽台再看一看 但是 對比回4樓 有一點壓迫感 其實在30樓的這個位置 當然 特別是我們由於鳳凰層 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採光基本上是沒有辦法被遮擋的 所以對比起4樓 整個單位的光感會更加舒服 但是 由於我們已經身處在30樓的這個位置 我們也知道 近周其實很難買到 有一些美觀的單位 變相而言 我們會感覺到 其實前方的樓座距離我們更加近 因為沒有下方的圓林 讓大家 去做一個過渡 所以 大家的感受 希望大家在視頻評論 告訴我們 你們認為 是4樓更加好 還是30樓更加好 同樣 我們一樣來看一看 整個單位其餘區域的一些採光 我們包括 看到我們 第一間的標準大房 以及我們 第二間的 相對較小的房間 還有我們主人房的這個部份 當然也不跟大家買關子 既然我們今天這影片 都跟大家說 我們要介紹兩套特價單位 我們也在影片內 直接跟大家公佈它的價錢 雖然我才問你 你覺得4樓和30樓 雙差多少錢 雙差 幾萬元 沒錯 其實大家要知道 面向一些 我們說 例如十字門的豪宅盤 中海環宇天下 或者彎宅1號 其實它的層差 相對會較為明顯 因為每層可以獲取的 view的感官 是完全不同 既然在這一邊 其實它的景觀 並沒有太大優勢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兩套單位的 價錢 雙差 我們說 8萬元 低層和高層 整個差價 8萬元 而4樓這套單位 總共167萬 就完成了 而目前我們身處的 30樓的單位 則需要去到175萬 我們會看到 兩個單位 單價是多少錢 不知道 一萬 其實 考你數學 假如深算 一下算得出來 就是14000元 每平方左右 4樓的單位 大約是14000元 而這套單位 是14800元 其實我們在說 面向坦州的市場 14000元這個單價 不算貴 很便宜 如果單位感興趣的情況下 或者包括我們遇封名門 還有其他好多好優質的單位 例如你很喜歡的 127 135 等等的 這些單位感興趣的情況下 歡迎大家 contact上方的電話 找到我和Sui 我們進行詳細的溝通 亦可以聯繫我們 來實地進行參觀 視頻的結尾 亦希望大家 可以給我們一個 一見三年多的支持 沒錯 如果大家下期想看 甚麼內容 歡迎在視頻下方 留言 我們會參考大家的意見 下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拜拜